歡迎收看 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惠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中相 燦爛時光惠客室是由公民行動影音 紀錄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意義的整理 還有新聞的回顧 帶大家去了解到一些爭議性事件 背後值得要去關注的議題 然後我們在看這些議題的時候 不是只有看熱鬧還能夠看門道 我們有Podcast頻道 有YouTube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透過群眾的捐款募資 才能夠讓獨立媒體真正的獨立 並且走的更遠更好做 更深度的報導以及更深刻的討論 我們在前面兩週 其實都一直針對校園裡頭的 歧視性的言論 做的還蠻深刻的討論 包括我們找的高中公民社會的老師 蕭偉善老師 來談他自己在學校裡面的教學經驗 另外我們也從 這個校化社會學的角度 來談校化裡頭 存在的權力的關係 歧視的關係 那這兩集的節目 事實上都受到很多朋友的 這種歡迎 但是我想很多的問題 並不會因為我們 做了這兩集就把它釐清 因為有很多人 還是對於所謂的 加分這件事情 我當然要把加分這兩次先掛號 對原住民族的加分這件事情 是充滿了一些疑慮 或者是認為是不公平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持求對決 今天我們就要特別來從 原住民族加分 來掛號這兩次加分 這個概念的政策 來跟大家做一些相關的討論 那今天的節目當中 邀請到的是東華大學的 陳章培倫老師 東感來跟我們一起談這個話題 陳章培倫老師你好 我不知道應該叫你陳章老師 還是要叫你培倫老師 還是要叫你東感老師 應該怎麼稱呼你比較好 當然 當然如果直接稱呼我東感老師的話 更感謝 不過如果講漢明漢鑫的話 其實我正式的應該是姓陳 我明章培倫 通常是喊陳老師 不過我們一般的場合 你喊我陳章 我也會回應 因為陳老師很多 可是陳章很少見 哈哈哈 哇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光是一個人的本身 要怎麼唸的那名字 都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情 可是我們常常會用 我們自己的經驗 自己的習慣 然後去稱呼一個人 但是忽略了這個人 他這個名字 他有非常多樣的可能性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在面對一種 過去的個人的單一的經驗 在面對那種所謂的多元文化 裡頭會常常會出現的一些狀況 好 我想我們就直接來談這樣的一個主題 就是有關於原住民族加分的政策的問題 我很知道你對於加分這兩個字 其實上是不以為難 因為你曾經 在一些地方提到說 這個用加分這個概念 不只不符合制度發展的過程 也直接跳進這個質疑者所設下的論戰陷阱 就是社會大眾都覺得說 你這個就是加分是不公平 是不對的 所以你絕對會跳入到這個論戰的陷阱 所以你主張這個升學優待的制度 這樣一個名詞 才能夠更為適切的描述現狀 不過我想要 一開始想要請教這個陳老師 就是加分的概念跟升學優待 有什麼不一樣 實際上面加分這個概念 以及對大家對加分的批評 應該是源自於 大概我跟關老師成長那個年代 大概在我們那個年代 在單一聯考的這個年代 然後大家很習慣性的 因為以用原住民身份 或者是以前的山地生的身份報卡 他就是所謂的加分 然後 而且是跟一般生競爭競逐相中的名詞 這個制度當時有引發一些爭議 所以後來才做調整 可是講坦白話戰後開始 所謂的原民的升學優待 或者說其實現在正式的法律用語 叫做原民升學保護 教育部主管的法規 主管的法規裡面 針對原住民這塊 他其實他的正式的法規 用語是原民升學保障 前幾年是用 是用升學優待是沒錯 可是現在改成原民升學保障 可是不管是優待或者是保障 他的範圍其實比較廣 不是只有加分而已 因為其實戰後一開始 實施的 那時候所謂的山地生 甚至包括蒙上升 邊疆少數民族的這個升學保障措施 他其實分兩塊 一塊跟加分沒有關係 比如說當年 有所謂的師範保障生 他是每個山地鄉 你這個山地鄉當年國中畢業的第一名 就保障到臨近的這個師範學校 師專去念書 然後最後是要回到保障的鄉去忍教 這個過程是完全沒有加分的問題的 當然也有另外一套制度 的確是用加分的方式 比如說加個總分20分30分之類的 那如同我剛才所說的 的確沒有錯在蠻長一段時間 差不多六七零年代 甚至到了八九零年代 那單一聯考的年代 大家所能夠知道的這個制度 大概就是所謂的加分 可是即使在那個年代 其實還是有些管道 他是跟加分沒有關係的 比如說離島三地醫事人員 很多原住民的醫生 是透過這個管道培訓出來的 那個也不涉及加分的這個問題 然後甚至 後來所謂的這個師專 不再有這個師範生不再有原鄉 那個舉薦保送 那大家自由去報名 那很多的師專他會單列 原住民的外加民額 那那地方也沒有加分的問題 因為只有原住民或三地醫生 才能夠報告 一直到現在也是這樣子 比如說 像現在的這個升學管道裡面 那麼大部分的升學管道 其實是跟 大部分原民的升學管道 是跟加分沒有關係的 你不管從那個 從這個推增 個人申請 或者甚至繁星 或者現在還有原民專辦 他會有獨找 甚至我自己在東華 大學原民院任教 中華原民院大概每一班 大概有一半的這個造成名額 是用獨找的方式 這個也完全不涉及加分的這個問題 那現在唯一還存在的加分的制度 他也跟以前的加分制度不一樣 因為以前加分制度 我剛才講過 他可能會排擠一半生的這個名額 可是現在加分制度 是跟一半生沒有關係的 他是在內部進行排比 比如說你有足以認證的話 你可以多加一點分數 然後沒有足以認證 少加一點分數 他這個是純粹站在說 去鼓勵原住民的年輕人 你除了一般的學會 要學會之外 自己族的語言和文化不要忘記 所以現在的加分只是純粹單純 族群內部的這個競爭 這個會跟一般大家在輿論當中 一講到可能很多 比如族群的朋友 一講到加分就倒談 那個加分的概念 其實是那個早就已經廢掉的 以前單一聯合委年代的那個 具有開他性質的這個加分制度 所以我不太贊成 現在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繼續也用這個概念 因為會有太多的這個歧義 以及誤解 反而會讓這個討論失調 所以東方老師一開始的意思 就是說其實現在所謂的加分 跟過去的加分 事實上是不同的概念 即使他叫做加分 那過去在所謂的加分的年代 其實也不是所有的升學的制度 都是用加分的 他事實上是有另外一種管道 那如果把這兩個統整一下 簡單來講說 現在好 假設我們所認為的加分 事實上他只是一個 他因為有必須有特別的條件 例如說他經過族群認證 或者其他部分 然後他可能就可以去增加 他的這種平糧的這種基柱 那但是呢 他事實上是一個管道 這個管道跟一般的學生 他的升學的管道 他的這個近視的管道是不一樣 所以他會有特別的原住民生的 這個管道 這個包括在一般的客室裡面的組成 或者是原住民族專班的 這樣的一部分 是這個意思嗎 原住民族專班是什麼 嗯嗯嗯 那原住民族專班是什麼 就我們大家有講說 他大概一般來講 就考得到我們考得到大學 但是其實不是每個學校 都原住民族專班嘛 對不對 那原住民族專班的這個 目的跟成立的一個意義又是什麼 現在可能很多朋友看到 很多大學會有這個原民專班 那他的學科的這個背景 類別也很多 其實原民專班的這個政策 就目前的發展來看的話 主要是有兩個目的 一個目的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要回頭來去看 那個從8090年代開始 到目前為止 整個台灣社會的發展 其實原住民族運動 其實對於整個台灣社會的發展 影響很大 那麼他的一些權力訴求 他最後都跑到我們的憲法 和一般的法律當中 尤其是其實我們已經透過 憲法徵修條文第四條的 11項12項 尤其是12項 把某種民族自覺自治的概念 融在那個裡面 那甚至在原基法裡面 有很多的條文 其實也有民族自覺自治的概念 意思就是說在部落地區 儘量讓人們成立自治區 雖然相關的法律還沒出來 然後另外就是整個國家的運作 跟原住民有關的部分 不能夠有組織社會 或者是國家單位決定 應該要尊重原住民的意願 那你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必須要培育 因為以前 或許以前童話主義的這個時期 給原住民教育上的好處 就是我給你就學的機會 可是我把你變得跟韓人一樣 OK 可是就現在原住民的人才的培育的話 我們走的方向是什麼呢 是兼具雙文化能力的人才的培育 一方面一般的這個學科知識他要會 另外一方面 自己族群的文化不能夠忘記 可是講坦白話 我們透過一般的這個 外加民俄的這種保障的這種制度 去各個學系去錄取一些原住民學生的 或許在一些學科專業上面能夠提供 能夠讓他有比較好的機會去做學習 可是一般的科系大概不太能夠 去培育他的民主文化的能力 當然 所以我們就透過原民專班的方式 讓原民學生集中在特定的這個班 那各位如果去看很多原民專班的課程的話 一般的專業課程還是會有的 那麼比如說可能跟觀光有關的 原民專班 一般觀光旅遊相關的一些專業課程都有 可是你會在這些專班發現 他大概每個學期都會有一兩人 跟原住民族語言文化 甚至產業發展 那麼政策 甚至法律 跟原民有關的法律相關的一些課程 那我們就是用這種方式 一般學系沒有辦法培養 專文化能力的原住民族的人才 可是專班他就有這樣子的一種規劃的空間 所以這是專班成立的 專班政策的一個最主要的目的 另外一個目的是什麼呢 其實原民社會有一些人才是很稀缺的 可是如果我們國家已經承諾了說 要讓原住民族要讓原住民族自覺自治 那自覺自治相應的人才 其實也應該要幫原住民族培育 比如說我們現在其實在原鄉最缺乏的 就是法律人才 就是跟財稅會計有關的人才 資訊還有最稀缺的每年原民特討 都大量開缺 可是每次都錄取人數非常小的土木工廠 這類人才 所以我們會發現在這些比較稀缺的 專業上面 有些大學他就會成立相應的 這個原民專班 因為隨便一個專班至少也都是二三十位 甚至四五十位 他就可以讓原住民族的稀缺專業的人才庫 他的庫爾能夠馬上增加很多 所以我們現在能夠大概了解 專班政策的主要的目的大概就是兩項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部分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不是一個純粹的進入到所謂的主流系統 裡面學習 而是透過另外一個系統的建立 讓原住民族可以對自己的文化 或者是學習跟這個族群需要的 這些才能技能是有關 他可以回饋到這個族群裡頭的 各式各樣的需求 好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稍微 先釐清一下 現在所謂的原住民族的 升學制度到底有什麼不同 過去已經不同 所以也期待我們的聽眾朋友 在聽這集節目的時候 可以了解 其實跟以前不太一樣 他事實上是一種更多元 或者是他的那種 我們所認為的公平性 恐怕沒有像過去那麼的嚴重 不過話說回來 說有一些人來講會覺得說 不管是升學優待或是加分 這樣的一種說法 總是會讓他覺得不公平 為什麼 因為資源是有限的 或者說這個會造成一種 所謂的某種程度的排擠 最後例如說我們事實上也整理出 包括這個巴哈姆特場外休息 休息區還有D卡或BTT上面的一些 一些網友的一些看法 我們把這些東西整理出來 那這有幾個部分 第一個他有人就提到說 這種加分制度也好 或是所謂升學保障制度也好 就是跟女性抱怨 女性若貝爾獎得主遠低於男性 有異舉同工之妙 他說學術工作的成果 學術工作成果本來就不應該有種族 或者所謂姓名的這種保障的名額 那另外一種的說法 事實上也是跟這個有點類似 但是他比較強調是在於族群內部 會不會產生某種的排擠 他說我在學的時候 成績優秀 也有成績優秀的原住民同學 然後我覺得 如果真的要加分的話 應該是要去給 原住民裡頭的弱勢家庭的資源 而不是一種 普遍的這種特權 因為你給原住民的特權 他才是一種歧視 那也有人提到說 住在天母姓意 然後還要拿1.35倍來爆殺 來自於屏東的部落的考生 這個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 就是說 就算要加分 那 第二認為說 根本就不應該有這個性別種族 做一種 區隔成就的這種 一種一個原因 第二談到說 如果真的有這種所謂的優待 好加分優待 做的加分也好 他也要去考慮的是真正需要的人嗎 因為現在很多在都市裡面呢 或是他的這個早就已經是督員了 這跟問題好像不存在 你怎麼去看這些意見 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是念哲學 出生的 我唸的正好是政治哲學 我們談到所謂的公平正義 這個概念的時候 當我們講出來 然後對於一個社會制度進行評價的時候 通常我們要回過頭來 思考一件事情 當你去判斷公平正義的時候 那你的那個標準是什麼 你的標準是什麼 我這點很重要 那比如說像剛才 呃 管老師特別提到 那個有些網友特別提到說 就像諾貝爾獎 那個當然是 當然是要 諾貝爾獎能夠得獎的 當然是評定那個學習成就最好 在世界上是頂尖的 其實不應該處理 所謂的那個性別 或者種族的問題 我們不會說那個 那個因為 因為沒有非 沒有沒有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好像 好像諾貝爾獎一定要有黑人 這才是公平的 我們不會講這件事情 我們純粹是評定那個學術成就 OK 諾貝爾獎 或許 他的他的標準很單一 就是學術成就 他不考量其他的因素 那我覺得這個很正常 可是你拿這個去類比那個大學的入學的話 我先不要管原住民這塊 呃 講坦白話 大學的責任是什麼 OK 啊 那大學他所提供的入學機會 他只是很單純給那個學術 那個學術成就 或者我們講說在高中階段 他的學科成績 最好的 他才是最有資格的嘛 但我相信 這種學術成就 也就是所謂的標準測驗的成績 理論上他應該還是 大學入學的主要的考量 OK 是沒有錯 可是我們官是翻開 我們官是翻開我們自己的這個大學法 大學法 第一條就是被提到 大學以研究學術 培育人才 提升文化 服務社會 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 第一個目標當然就是 研究學術 這個沒有問題 所以大學招生 你把標準測驗 或者我們講說那種學測的成績 當作一個最重要的考量 甚至你把它占到 百分之七八十 我都覺得是沒有問題 OK 可是大學還有其他的任務 還有其他的任務 對 而且如果以 以原住民族的 面向來講的話 因為在憲法裡面還特別提到 我剛才有講的憲法 整個一條文第十條跟那個第十二項 他特別提到國家應一民族意願 去協助原住民族教育文化 衛生福利 這個面向的發展 這叫做民族發展 因為我們國家的憲法 承諾了國家要協助原住民族發展 所以原住民族發展變成國家發展的一部分 我剛才有講過大學法裡面 他大學法裡面他也特別提到 大學的一個目的是什麼呢 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 所以從邏輯上來講的話 意思就是說 大學 他其中一個目的 他要促進國家的發展 我們的國家發展 這裡頭也包括一個國家承諾了 原住民族要協助原住民族的民族發展 那我的民族發展需要人才 OK 那國家就有責任幫我做培養 OK 所以大學 當然可能因為或許是我們 整個台灣在傳統這種 這種中華文化的科舉制度下面 我們總是覺得好像 就是一個單一的一個成績考量 可是即使連古代的科舉制度 他都有注意到所謂的地區的平衡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對歷史有多少了解 他不可能讓邊疆地區的省份 完全沒有人 在科舉制度上面錄取 因為你要維持整個國家的 這個團結 你不能夠都是北京啊 或者是複數的東南沿海的那個考生考上 所以 所以像這種所謂的大學的升學 我們如果去看美國的話更是如此 在美國的話 那個標準測驗成績當然很重要 可是你就會看到 這些大學拼命留意什麼的 這些 來申請我學校的高中生 他在校內的社團服務 他在這個課外的一些活動 一些社會服務 他到底做了什麼 因為對美國大學而言的話呢 我當然是培育那個學術精英 可是我更在乎 未來這個大學生是社會上 算是精英分子 那他們對於社會的了解 對於社會有可能的這個貢獻 和付出到底能夠到什麼 什麼程度 所以 所以以美國的這個習慣的話 除非你那個 你的標準設計成績是頂尖的 否則你只是干過門檻的話呢 你可能會因為其他的一些因素 去影響了你 有沒有機會 會能夠獲得這個就學的機會 所以不管從我們的大學法裡面的規定 或者從 世界很多國家 大學招生的實務 我們可以看到 他其實不是 不是拿一個 拿所謂的這個學科成績的單一標準 那 所以我會覺得說 以所謂的諾貝爾講這樣子的一個例子 來去做類比的話 你這樣的說法其實 在 這樣的玩偶的說法 他其實是預設的 唯一的標準就是 就是那個學科成績 明明我們在法律或者是我們的實務上面 我們對大學的期待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我們在回過頭來看 那很多 剛才關老師所提的很多網友會說 好吧那就算要給原民優待或保障 那也可以比如說真的比較 比較中地節省的原住民 或者是比較 部落或上下的原住民 你不一定在都會區 居住那麼久了 已經是租遠的 跟都會區的一般的同學 幾乎沒有什麼兩樣的 你要你憑什麼也可以 可以享受這個神學保障 這還是回到我剛才所說的 因為大家太過度把所謂的 神學保障這件事情把它當作一個個人權利 對 那麼 蠻長一段時間的確 大家是這麼想 就是我個人在 在生學過程當中 因為我的族群身份 不管是文化經濟上的弱勢 因為我的這個族群身份 我會面臨這些不利處境 所以要給我一些 一些調整 一些矯正 我們就用生學保障制度的這個方式 這是一個蠻傳統的觀念 可是在過去二三十年來 原住民族運動的發展 再加上我剛才講過 原運的一些精神 一些訴求已經跑到我們的憲法裡面了 那 包括其他的很多的法律 我剛才有特別提過 其實我們國家其實某種程度是承認原住民族的 集體的自覺自治的 這樣的權利 OK 所以 所以 就當下而言 包括在美國社會也是一樣 美國社會針對 適用於 非美國人 也就是我們一般俗稱的 黑人的生學保障制度 偏適用於印第安的 他的利潤基礎是不一樣的 那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加州 加州曾經有個全州的公投 把那個 加州公立大學的那個AA制度 這個他們叫做積極復權行動 Altimate Action制度 AA制度 把它廢除掉 所以加 我記得是加州好像華盛頓州也是 也有個全州的公投 所以在這兩個州 他們其實沒有實施AA政策的 沒有針對少數主義 實施那個生學保障政策 可是他們後來 專門針對原住民這一塊 也就是印第安人這一塊 他們恢復了這個生學保障政策 為什麼呢 因為 美國承認印第安部落 他是一個 他擁有部落主權 他擁有 自治權 保留區有自治政府 他有自治權 那麼 那麼 晚近的歷任美國總統都承諾 印第安部落你要去 實踐你的部落主權 實踐你的民主自治 你所需要的任何資源 包括人力資源 我都要幫你準備幫你培育 OK 所以那個是 算是一個國家 以美國為例 他國家對於原住民族的 這個 這個 這個權利的承諾 他會包括很多面向 所以 美國 承認 那個印第安的民主自治 那我要去協助你的自治 也包括要幫你培育自治的人才 後來 後來 後來那個 廢掉AA政策的加州 他就拿這個當作理由 他恢復對印第安人的什麼呢 這個生學保障 生學保障措施 想辦法幫印第安部落 去培養一些律師 培養一些意識 其實我們國家也是相同的概念 就像我剛才說的 其實我們國家在憲法或者原住法裡面 早就已經承諾了原住民族的 某一些 某一些自治自覺的一些 一些權利 而且某一些正在 正在事件當中 那這些人才從哪邊培育 所以我會有個主張就是 原民生學保障制度已經不是個人 與個人之間條件的比較問題 是一個什麼呢 族群生成八卵的條件 我需要人才 那國家已經承諾了 那你就要幫我去做培育 那你從這個觀念來看的話 被培育的對象 他到底是原民社會裡面的 哪一個經濟階級 這個是無關的 這是無關的 我常常有個類比什麼類比呢 就像工費流考 教育部的工費流考 教育部的工費流考會排庫嗎 當然不會排庫嘛 對不對 王永慶的孫子孫女有沒有可能去考 雖然他們大概不需要 OK 如果他們去考的話 我們不會把他排庫排掉 但是工費流考有個規定 什麼規定呢 除非少數的特例 要把你學成之後 你要回國服務 把你的所學貢獻於這個國家 所以其實現在的原民生育保養制度 某種程度 他其實就是一個原住民族的 在台灣這個國家裡面的內部的供退流血 我們需要這些人才 然後國家幫我們做培育 所以 就算能夠享受到這個制度好處的 是原住民社會裡面 可能經濟階級比較好的 這個有沒有關係 那關鍵點在於什麼呢 制度的設計 有沒有一個 一個導引的方向 可以讓這些 因著這些制度受惠的 特別的原住民學生 等到他學到了一定的專業執事之後呢 當部落 當我們自己族群有需要的時候呢 他會不會回過頭來 直接或間接 貢獻於 貢獻於他的這個 這個族群 我覺得他是關鍵 所以我會覺得說 在這個討論的焦點 搞不好應該要回到說 現在的升學制度的 那個設計的細節 到底能不能達成那個制度的目的 我覺得這台資產比較重要 這的確我們等一下後面談 就是現在的制度跟 最終的目的之間 會不會有一些關鍵 會不會 會不會反而又成為另外一種漢化的 可能性呢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自己都蠻好奇的問題 不過 先小結一下剛剛 東冠老師講的一個非常重要觀念 我覺得過去我們在挑釁這個問題的時候 比較從一種個人成就 或是個人機會的角度來去思考這個問題 也就是說 你進來了 或者是你是加費也好 或者是升學優待也好 你都是影響到我的成就 我的競爭 或者是可能影響到我的機會 所以你會有一種所謂的相對的剝奪感 你是會被排擠掉的 可是現在並不是這樣 現在是兩套的系統 而這兩套系統 事實上他有各自的目的 一般可能是一般的 個人成就機會 或是人才的培育 這是一套的系統 另外一個是對於所謂的族群集體的 這種所謂的人才培育 或者是這種集體的 這種族群集體的 在面對他族群文化的一套系統 所以基本上來講 他已經不是一個個人成就 跟個人成就之間的討論 而是怎麼樣讓這個族群 在這個環境裡面 他可以得到更公平的這種對待 或是更適切的發展 這可能是在談 這種所謂的升學保障制度也好 或者是我們 誤以為的加分制度也好 都必須要再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過頭來訪問東幹黨史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主持人 廣東享 燦爛時光會客室 有Podcast頻道 有YouTube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收聽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 我們透過您的捐款 才能夠讓獨立媒體走的更遠更好 今天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東華大學 東華大學族群學院的 這個成章培倫老師 東幹老師 東幹老師你好 大家好 現在東幹老師在前一段節目當中 跟我們分享跟討論 對於所謂的加分跟升學優待 這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做了一些基本的理清 也回應了一些網友 或是一般民眾對這件事情的質疑 不過我自己在課程當中 我其實我每一年 都會 我的課程裡面都會談這件事情 因為不管是談歧視的議題也好 或是談一些 這種所謂的基本的概念也好 我大概都會談到原住民族的 在線的這種狀況 那只要每次談到在線的問題的時候 很多人就開始說 加分不公平 就是一般的社會的反應 大概就會在課堂上裡面 就會出現 我覺得 所以我對這些已經某種時空見怪了 當然我也會去跟他們解釋說 其實現在制度跟過去 制度已經不太一樣 現在已經早就是外掛 是另外一套的系統 不是我們你還認為的那樣子 那我會繼續的問同學一個問題 說如果你們覺得加分不公平的話 你們有沒有發現 課本裡面也是不公平的 所謂課本裡面不公平 例如說 為什麼我們的課本裡面的歷史 全部都是以漢人為主的歷史 那為什麼我們的這種考試 不去考 布隆族 或是排灣族的傳統的技藝 或是他們的文化 我要考的就是一些漢人的一些文化 甚至其實在幾年前 這個課綱爭議的時候 我覺得蠻有趣的 他就是一個中國史觀 跟這個台灣史觀的爭議吧 所以感覺這個課綱要去做改革 或是要去做某種更符合台灣現狀 的這種討論 其實也都是中國史觀跟台灣史觀 那 其實當時那一陣子 其實有些原民的團體 也都去監察院 去很多地方抗議啊 可是媒體連報導都沒有報導 那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我們小時候讀的課本 你們這些課本繼續在爭議半天 也是你們漢人的事情 跟我也沒有關係 原住民族在漢人 在漢人課本當中很出現一下下 然後就消失了 傳統的社會 然後後來就消失了 然後你們談到什麼 你的秘錄藍鱷 引起三菱 都不會去談到 我們自己被破壞 原住民族被破壞的歷程跟經驗 你自己本身也長期的關心 台灣的這些教科書 甚至也是所謂教育部的課程委員 你怎麼去看待現在的這一種 台灣的教育系統當中 不管是什麼科 不管是哪一個 層級的這個教育裡面 所反映出來的這種價值 為什麼我們看不到的是 原住民族相關的論述 而充斥的是漢人的論述 其實那個蔡英文總統在2016年 他上任沒有多久的8月1號 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裡面 我記得好像第三段還是第四段就有講到 意思就是說 整個台灣社會 尤其是主流族群 太把一些不平等不公平的事情 把它當作理所當然 這叫做什麼不公平不平等 把它當作理所當然沒有意識到呢 就是其實整個國家的運作 其實是由主流族群 或者我們講說這種廣義的漢族群 所決定的 整個教育的結構 教育的內容也是這樣子 升學的這個篩選的標準也是這個樣子 那好像漢人族群理所當然的 就以為說 他們為什麼會覺得很公平呢 因為他們沒有意識到說 他其實他是一個不公平的一個結構 就像剛才那個冠老師所提到的 比如說為什麼升學 考試篩選的標準 我們是現在的郭語文 為什麼不是我們原住民族的語文 甚至歷史 歷史課本的內容 當然晚間這兩三年好一點 可是以往 整個台灣原住民族 在歷史上面 他的文化如何遭到統化 他的土地如何遭到併吞 其實在我們的課本裡面不會呈現的 為什麼不會呈現呢 因為課本主要是漢族群 他們在主導的 我們每個人都有個 有個盲點什麼盲點 當然不會講自己祖先破壞人家的事情 就是在講自己祖先比較光榮的這個部分 這個尤其在舊課綱 不管是舊的酒罐或者是舊的高中課綱裡面 其實非常的明顯 所以大家對於 課本裡面 尤其大概會出現原住民的大概在歷史 而且在歷史裡面大概都是比較平忽直訴的 比較不會去觸犯那個漢人的 那個歷史黑暗面的這種方式 去呈現在線原住民 比如說介紹原住民族的各種文化 OK 然後到清帝國或日本帝國的時候 就偶爾好像原住民 好像是一個檢廠一樣 偶爾一個世界就這樣冒出來 他不會系統性的介紹原住民的文化如何被統放 以及原住民的土地如何如何遭到這個病存 這件事情 以前的公民課本 他更是很少會有原住民在裡面 但我剛才講過 晚間這兩三年 因為108課綱的影響 那當然這個也是敗整個大環境 以及當年 尤其是社會領綱 108課綱的社會領綱 的研修小組的超級人 是中研院的張茂貴老師 他本身就在研修族裏正知的 所以非常有Sense 因為他覺得說 除了前階段 舊克剛處理性貧之外 星際戰的克剛 對於社會差異的處理 應該要認認真真的跨到族群這一塊 尤其是原住民的這一塊 所以其實 理論上 就一般國民而言 你該知道原住民的哪一些歷史文化 或者是一些當代議題 什麼是當代議題 比如說大家很容易在媒體上會看到的 在原住民的地區開發 RH的原住民統一元幾百二十一天 就是這個狩獵的議題 或者是原住民族的語言發展 的一些議題 那其實在新客剛裡面 其實完全都有 散佈在尤其是歷史 和那個 和那個 那個公民的社會裡面 對 當然 當然 課本能夠寫到多大位 以及老師能夠教多少 這又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至少就客剛整個大框架而言 我們講說轉型爭議 就是原住民轉型爭議這個部分 就你要了解原住民的轉型爭議 第一個 你要了解原住民在歷史上 遭遇過什麼傷害 以及我們現在是用什麼樣的一個權力 賦予去彌補那個傷害 其實在客剛的程式 早就已經 已經在歷史和公民科 甚至連地理科都有加進來 在裡面多麼多 所以 所以就知識點的部分的話 我們現在講那個原民轉型爭議 大家要了解這個原住民的訴求是什麼 理論上面 其實課本上面應該都會有 有多麼大 那剩下就是大家能夠消化吸收多少 因為其實我其實比較在意的 可能是那個歷史課本的部分 因為台灣的 台灣的 剛才主持人有講過 你不管是所謂的中國史觀 或台灣史觀 他都沒有原住民史觀在裡面 對 所以在敘述的時候 比如說 以前的課本常常會出現一些概念 類似那種 剛才主持人所說的 什麼碧露蘭嶼一起山林 當然我們不能夠否認 那個漢人的祖先來台灣 來台肯 碧露蘭嶼一起山林 有些流氓的事情 可是故事的另外一面 你的碧露蘭嶼 就是我的根沛流氓 就是我們 就這樣子 直接被剝奪 被趕走的面向 以前在課本裡面 其實很少被提到的 甚至 我記得在舊的課本裡面 大概都不太碰到這個面向 現在理論上會寫到的 可是他能夠寫到什麼程度 我自己是還沒有針對歷史根本做解釋 可是理論上如果這個部分 我把它呈現出來的話 或許未來 新一代國民 在聽到原住民的一些訴求的時候 就比較能夠有這種充裕心 因為大家不要把這個國家 你不管他稱他為中華民國 或者是台灣 不要把這個國家 現在的這種結構 當作理所當然的 某種程度原住民 是被併吞到一個新的國家裡面 我們被併吞到這個國家裡面 其實並沒有經過我們統一 這國家的正當性 程度是有問題的 現在只是用 某些權力賦予 包括升學保障 程度幫原住民培養人才 這件事情 來做一個歷史彌補 從這個角度來看 可是大家都會講原住民是特權 因為 你就從某個角度 當你講說原住民有這些東西 都是特權 那我很容易就能夠判斷 你根本就是歷史 因為你根本不像前面那段期間 然後造成現在原住民的一些 一些社會處境的一些問題 比如說那個大家一直在講說 那個升學保障是特權 可是大家知不知道一個數字 20歲上下的年輕人 大學的出在學歷 原住民的年輕人 只有50%左右 兩個人裡面只有一個在念大學 可是我們放大到 那個全體社會的20歲上下年輕人 出在學歷是81%到83%中間跑 每5個人就有4個人在念大學 那從某個角度 大家怎麼一直會覺得說原住民是特權 如果說我們是特權的話 應該其實我們搞不好 一般主流社會 只有八成的人在念大學 我們應該有九成就是百分之百 可是實際上不是 這個就是一方面對於 所以我常常會建議很多年輕人 在談原住民族語體的時候 你不要太氣概式的反應 你要先瞭解背後的歷史 以及現在原住民族的處境 你有足夠的背景之後 你再出來 你在跳進這個討論氛圍當中 還比較有益於你個人之間 以及整個國家族群之間的 這個比較共產共產的關係的建立 又反而只是一種很單純的一種 好像這種聚音化的一種呈現 你有我沒有 然後就是不對的 這個非常有點不太成熟的公民態度 當然一個比較大的盲點 就是我們很容易從自己的經驗去思考 一旦我們的經驗不夠豐富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會陷入到某種的糾結當中 那這當然沒有辦法去關 所有的陷入到那個糾結裡面的人 因為我們的整個教育體系 或我們生活體系裡面 如果還是以升學為導向 或是還是以個人主義為導向的 這種發展的方向 我覺得發展這種事情 不是說應該的 也是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只是這樣理解的話 那也反映出我們的教育 事實上是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包括即使你剛剛談到 在108克綱裡面 就加了這麼多的東西進來 就是也有人說 這個世代 就是這幾次發生的事情 應該是全台灣的不同世代裡面 學過最多多元文化的一群人 可是卻又發生在這些學過多元文化 一群人的身上 這當然反映出 我們雖然有這些知識在裡頭 可是這個知識怎麼變成是一個 生活的實際的感受 我覺得裡面還有非常多 複雜的問題要去解決啊 我覺得 我覺得是這樣 我最近有一個 有一個理論 這也是在交主群關係 在交偏見與歧視的 那個深層原因的時候 他其實有一套說法 叫做負責攻擊理論 就是替代 就是那個替對羔羊理論 那為什麼 那個 為什麼有些人會對於社會上 特定的少數族群 或者比較弱勢的這個階級 你會很容易對他有些攻擊性的一些言論 理論上應該是你這個人在其他地方 有些某些挫折出來了 所以你要找到一個玄學的出口 你不會找強者 因為強者會 會那個backfire會打你 可是你會找一個弱者 OK 但是我會覺得可能 在跟族群有關的 甚至升學保障 因為 那個高中公民課本 現在幾乎每個版本都有在教 那個人民升學保障 雖然課竿並沒有明寫 所以我一定要寫這個 可是好像每個版本 所有都寫到了 在知識點的學衣上面 我覺得其實大家應該 應該漸漸的應該都能夠處理 可是 麻煩的是我們台灣社會的 尤其在教育的 教育場域裡面 一個很關鍵的一個問題 一個痛點就是所謂的升學制度 這件事情 嗯 OK 那我最近那個理論就是什麼呢 我考到台大又怎樣 我自己本身考到教育 我考到台大又怎麼樣 考到台大理論上 已經是這個社會上的勝利者了 可是我過去這幾年 被這個制度所捆綁 我無處宣洩 我最後就會把它指向 整個原住民 不要忘記啊 升學保障制度 在我們台灣不是只有原住民 包括那個 比如說那個 駐外派外人員 子女他也有升學保障制度 對不對 其實我不會質疑他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人員子女 感覺上他比你還要powerful 而且有貢獻 而且他的家人 也許對台灣是有貢獻的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不會往那邊去做質疑 可是你就會往一個比較 你在校園裡面 你要找一個 你要去鮮謝的對象 你就很容易指向原住 所以我有時候 我反而會比較同理心 比如說那個財大經濟心的 雖然有其他朋友 會覺得他們蠻出於惡意的 但是對我來看的話呢 他們就是很標準的 他即使是勝利者 可是他求取勝利的過程 他受了多少的壓力 他就要宣洩到 宣洩到所有的社會上 比較 那些階級和國路的身上 所以說你有些不滿 發現在弱勢者的身上 事實上成本是最低的 或者是某種最直覺 能夠做的反應 或是你的能力 或是我們能力 大概也只能夠到這裡 可是他更大的問題 是在那個系統性的壓迫 結構性的問題 可是我們也許看不到 那個系統性壓迫 結構性的問題 甚至我們看到之後 我們可能也無能為力 所以他反而會變成是 某種的弱弱相產 當然弱弱當中 還是有強跟弱之間的差別 可是事實上會讓那個最弱的 相對是在比較弱的 弱勢的群體 他事實上會受到承接更大的壓迫 而那個去 好像解決自己心中不滿的群體 他一樣沒有解決問題 那個制度的問題 仍然是存在 我覺得這個反而是一個 一個去 放縱了那些系統性的惡 然後去讓這些人 彼此在那邊打殺 然後打殺完之後 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我覺得其實有一點 看現在有點荒謬 那不過回到 剛剛我們在一開始 曾經討論過的問題 就是不管是這個升學優待 或者是這個加分的制度 其實 如果以現在的 這樣的一個課綱的內容來看 他仍然就是 一樣是在學習 漢人的論述跟觀點 雖然你有提到說 升學優待 或是升學的保障 是要去擺脫過去的 某種的同化的政策 可是從教科書的現實來看 他會不會反而也一樣導致 這樣的一個方向 因為他的內容是一樣 所以我要學這些內容 然後我才能夠去得到這些 我才能夠過這些關 這些卡 可是我得到的這些個人的 這種所謂的 不管是個人或族群的 一種提升也好的 同時呢 其實還是學習的漢人系統 這套東西啊 OK 好 那其實我先前有提到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現在對原民人才的培育 是雙文化能力 嗯 那當然剛才主持人講到的一個關鍵 就是 那現在課本的這個內容 基本上還是以族族群的知識為主 那 那你跳到這個學習環境當中 是不是還是 某種程度還是走向同化 那 講坦白話了 人類社會的發展 族群與族群之間 它的重疊處會越來越 越來越多 這個也很正常 也很正常 那對原民社會而言 我們比較 越來越像 它就是所謂的同化 那我們比較怕的 這種越來越像是 主流社會強逼我們的 是國家強逼 像以前完全要我們 放棄我們自己的傳統性命 完全 在學校 學校裡面 完全禁止我們講講講講主義 可是如果是很很正常 這個社會互動發展之下 然後不同的族群越來越像 其實這沒有關係 這沒有關係 這是我比較要聲明的 那當然我們還是有一種族群的一些 特殊性差異性這樣 那其實 晚近這幾年 其實 不管是政府或者是 原住民社會 其實我們都有努力很多的事情 而且這些事情 目前其實也在教育產業裡面出現 比如說你看 就像108社會綱裡面 那我剛才講過的 原住民族的歷史文化 還有當代議題是越來越多 當然學這些知識點 是全體學生在學 可是對原住 然後 對於一般學生 對主流族群學生而言的話 他是透過這些知識點 去認識另外一個族群 可是對我們原住民學生而言的話 他終於可以在領域課程 甚至正式的考科裡面 我也可以了解我自己文化 所以現在的領域和科目 已經不是很純然的 是漢族群的東西 他也開始慢慢帶進 原住民學生 然後另外 另外就是不管從國小 國中甚至到高中 我們其實也鼓勵很多學校 我們去開 跟與民相關的課程 尤其是一些 大概可能 現在會比較特有的 比如說高中生 現在的高中的選修課程裡面 那麼 不只是 口頭上的鼓勵 甚至國教署他有個計劃 去支持各個高中 即使你是一般的高中 你在選修課裡面 你去融入一些原住民族的一些東西 比如說 很多的高中都會有類似台灣文學 在地文學的一些課程 嗯 那你在做一些 作品的選讀的時候 台灣文學基本上 逃不開原住民族文學 一定會有幾個單元 所以你在高中的選修課程裡面 開始的 類似這種文學的課程 代替文學的課程 把原住民族的 文化文學也放進去的話 也是同樣的效果 促進族如族群的學生去認 透過文學作品去認識原住民 那另外一個就是什麼呢 也可以讓學校裡面的原民生 透過去去閱讀自己族裡面的 的長輩 或者甚至有些是年輕的文學家 他們的作品 去瞭解我們自己族人 我們自己的族群的文化 或者是我們自己族群的經歷 是什麼一回事 所以其實現在的整個 新的領杠架構之下 其實我們已經有一個空間了 我們已經脫離了 至少像我跟管老師 我們那個年紀 那個課本就完全是純粹暗化 甚至完全是純粹的中國史冠了 現在其實已經不太一樣了 所以我現在還不太擔心說 原住民學生進到這個學校體制 他會不會只能夠被統化 他自己的東西會越來越多 那我剛才講過 固定的領域課程 甚至很多選修課程裡面 其實都有做一些導引 當然其實 其實一個友善的校園環境 其實還是比較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從某個角度 我知道很多原住民的年輕人 都高中生 他們在學校裡面 是不太願意人家知道他的身份 那如果你是這樣子的一個 不太友善的校園環境 就算有一些 有一些老師 甚至我知道 有些甚至是 那個地方上面的這種 第一志願的 那個升學型高中的老師 就是他們很願意在他們的選修的歷史 和文學課程裡面 把原住民族的一些要素 把它設計成幾個單元 可是他們自己也在那邊 也覺得很可惜說 反而原住民學生修的不夠 我常常講 可能不是不一定是他們不願意修 這搞不好是一個校園環境 他們覺得說 我當那個課程裡面 搞不好更容易被鎖定 所以 可能一個友善的校園環境更重要 反而不是在課程本身的 經過108課剛才重新設計 其實這個課程已經算是蠻 蠻注意到族群的差異性的一個部分 不過延續這個話題 其實我們知道 剛剛談到的升學優待 或是升學寶藏 事實上有很大的一個目的 就是要培養族群的人才 當然一部分也是要回應這個歷史的 不正義來做的一些調整 可是回到一個現實的狀況 這樣的一個目的 他真的可以達成嗎 我舉自己的親身 竟然是我們自己在面試的時候 我們當然看到原民生的身份 我們當然就會特別注意說 你是原民生 那你除了中國族群認證之外 那你怎麼去陳述你自己 然後你怎麼去看待原民的這些文化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系統 本身就是有這樣一個目的在裡頭 所以我在問的問題 我在做口試的時候 我也會問一些相關的問題 可是我發現 有些同學真的很有使命感 然後他很欺負他自己 知道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可是有些同學他其實也不會 他會談到他的足以認真的分數 但他不會提到他的原民的身份 所以有時候在這口試過程當中 也會發現 有些人他是否定了這些 或者是說他覺得說 原住民本身他是原住民 他覺得原住民本身就是 怎麼怎麼樣啊 不努力啊 幹嘛幹嘛 那所以這個 這個真的能夠達到我們剛 一開始談到的那個目的嗎 或者是他會不會對很多人來講 他其實就是開了一個漏洞 你又沒有真的要回應到 你的這個族群的需求 然後要回應到這個族群的 借上一個一個 所謂的工作上面 或者是為你的族群的主體性去努力 但是你其實也就借了這個漏洞 來成就自己罷了嗎 所以 所以廣老師所提的這個問題 反而是我覺得 現階段 因為蔣機場白話這個制度 那個也絕對不敢有哪個立委說 要把它廢掉 OK 因為這個姿勢挺大 但是廣老師剛才所提的問題 反而是現階段其實可以 仔細再去做討論的 因為 這個制度從以往 只是給個人的這個bonus 我們把它轉化成 其實是要促進民主發展 那的確我們就會 我們就有這樣子的一個必要性 去追問這個問題 那我這樣子篩選出來的 篩選出來的原住民的學生 他未來 你不管直接或見解 因為直接的話很簡單嘛 就變成原住民的公務人員 或者是在各個原住民 直接相關的職位上工作 間接的意思就是說 他可能比如說他是律師 他也是一般的職業的律師 可是當自己的族群有需要的時候 他願意出來分一點時間出來當買 那我們能不能夠透過這個制度 去培養這樣子 對自己族群有使命感 然後直接或間接或貢獻族群的人 這個就是現在的制度設計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從大方向上來講的話 任何制度都有搭便車者 我們也不會說 因為某些人搭便車 比如說公費流考有沒有搭便車 照樣也會有 他裡面賠公費 也不願意回來 可是我們不會因為這樣 就否定到他這個制度 我們只是盡量讓這個 透過制度比較更神秘的設計 讓他讓這個大便車者越來越少了 OK 那你回頭來看 其實現在 現在其實大家在做很多事情 比如說我剛才講過 生育保障制度 現在的生育保障制度裡面 有一塊是圓民專班 有一塊是圓民專班 那所有報考圓民專班的 都會遇到剛才像關老師去問圓民討生的這些問題 在我們的篩選標準裡面 當然其他條件差不多的時候 通常能夠你表現出來 你對自己的文化的認同 甚至認多程度越高的 他通常都會比較佔優勢 他比較佔優勢 那我曾經跟台大的師長們 討論過一個問題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 比如說今天台大法律系 大概每一個班大概都 都會外加一個圓住民的外加名額 假設今天有兩位 不管是推進或個身的管道 有兩位的圓住民學生 那個學測的成績經過篩選 然後能夠參與書審和面試 到下一階段 那請問你們怎麼處理 假設AB兩個圓住民學生 他講坦白話 他們能夠過學測那一關篩選進來 他基本上成績都算不錯的 沒錯沒錯 那假設A圓民生的成績 那個學測成績 比那個B圓民生高一點點 OK 可是你問A圓民生什麼是美麗灣大飯店事件 但不知 可是你問那個學測成績 稍微低一點點的那個B圓民生 他能夠堪堪而談 告訴你美麗灣大飯店事件 涉及哪些環境議題 涉及哪些原住民權利的問題 那增結也在哪邊之類的 那你要錄取哪一個 我選B我一定選B 我是要幫原住民族培養人才 剛剛剛才管老師在你自己的青春的經歷裡面 其實就是在幫原住民族來處理這個事情 OK 那其實教育部的那個圓民生學保障的 以及公費留學那個辦法 那個辦法其實在前幾年有稍微調整過 以前會注意到 那個圓民考生對他自己的文化的認同和認知的 大概只有那個傳統的聯考 或者後面所謂的指考內關 有加掛主義認證這件事情 那其他的管道以前都沒有處理 可是前幾年教育部修改的相關辦法 但是那個辦法現在還稍微比較軟性 並沒有強制各大學要這麼做 就是鼓勵各大學 你的外加民在收益你學生的時候 你要去評估他的什麼呢 對他自己文化的認知或認同 OK 所以我們真的是沒有辦法強求說 每個原住民的考生年輕人 他的使命感都那麼強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前面的成長歷程 就會造成不一樣 對就不太一樣 而且他就算現在 他就算在現在某個當下 表現的那個狀態沒有那麼好 搞不好過了半年之後 他經過 我遇過很多原住民年輕人 以前我常常辦一些營隊 那一堆原住民年輕人在一起 很多原住民尤其是都園背景的 就很怕 因為很怕我不知道我的部落在哪邊 我不知道我的文化 結果一到了營隊 一大堆都是相同背景的 他們講著講著會哭出來 然後反而一轉 他們的文化認同更強了 所以他其實每個人的經歷都不太一樣 我們只能夠在大學入學的這個階段這一關 盡量讓他能夠表現出來 他對自己文化認同認知比較明顯的 當然不能夠當作一個絕對的因素 但是我們盡量鼓勵 當大家討厭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大學大概每一個 校系我們把關的時候 當每個當所有的 當這些考生條件差不多的時候 盡量讓那些認知和認同程度比較高的 能夠過關 這個其實就在幫我們原住民社會培養人才 那一旦越來越多的校系這麼去做 講句比較世俗的話 考試領導教學 那自然而然高中端的原住民學生 他就會更了解說 我要回過頭來去了解一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透過某種方式 那個英勢力導 OK 我們實在是沒有辦法要求這些 尤其是高中遠民生 他報名的時候 他就完全能夠展現出來 以他的認知和認同 反而是透過這個制度的運作 慢慢把這些東西把它培養出來 今天非常謝謝東幹老師 實際上非常非常的豐富跟精彩 我想今天討論真的非常重要 就是我覺得我們在討論很多事情 就像我們剛剛前面講 就是非常的個人責備 或是一種個人成就 或是個人機會 個人威脅的一種思考的方式 所以這場會變成個體個體競爭 那這個競爭之後 其實玩 反而會看不到那個背後 更大的這個制度性的問題 那今天節目也讓我們從一個 比較從宏觀的角度來去看這些問題 然後當然這個宏觀的制度 還是有些期待要改善之處 只是說如果這個前面確定的話 後面怎麼去修補 也是另外非常重要的一些議題 今天非常謝謝東幹老師 來接受我們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跟你請教一些相關的問題 謝謝 謝謝關老師 謝謝大家 拜拜